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7月9号 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要谈一谈海航王健事件 这也是西方整个世界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非常滑稽的事情 王健先生在法国普勒旺斯 在墙上拍照死之后 我们简称拍照死 整个大陆基本上是处于不允许谈的状态 整个西方所有的报道基本上是千篇一律 也很少有人到现场去进行勘查 勘报或去访问证人或者政署官员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现场的人的一个名字 一个照片一个视频出来 就是王健先生的这个拍照死 已经成了世界的秘密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王健先生的过世之前 接受了25年以来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是啊 我记不清楚了 在采访的时候 他核心报道了 就是说两个事儿 全世界 在去年发生的针对海航的所谓爆料 还有海航的所有的有关事件围绕着 就是一个事儿 以西方敌对势力为核心的 包括可能也没说出郭文贵名字 郭文贵 针对的是习主席 实际上政治斗争 实际上争个阴谋 第二个重点说是什么 就是海航基本上股权有了着落 将把美国纽约磁行的股权转回到香港 据我这几天调查了解 他们基本已经完成了手续 冠军刘成杰 以及和他们现在海航 以及背后的老板 盗国贼文所指定的公司 已经完成了签署手续 在签完这个手续之后 结束了采访 结束完采访以后 王健先生拍照死 据说 关键的香港的某家律师 这两家律师 现在有一个律师 也是进医院了 在香港养科医院住着呢 现在还生死未卜 也就是说王健先生拍照死之前 把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任务完成了 那就是把海航从国营和陈锋先生变成了私营 把私营的企业变成了刘成杰和冠军 把刘成杰冠军的企业变成了美国私航 绝对控股 然后呢 从这个一千亿 从这个十亿 变成了万亿的财富 控制了二十万亿的资产 并且转移到了美国 在发生了去年的文贵爆料革命之后 海航事件曝光于天下之后 和王岐山先生和孟建柱先生 还有多个恩先生 刘成杰的爹刘成杰的妈 冠军的爹冠军的妈之谜之后 这该股权 又顺利地转回到了香港 盗国贼控制的手中 然后 拍照死